Covid-19今年呢 是以Omicron为主 那常伴随的咳嗽 喉咙痛 或者喉咙痒 味觉嗅觉丧失 那身体会觉得疲累 食欲不振等症状 可能会导致声音沙哑 吞咽疼痛 营养以及水分摄取不足 而影响说话与吞咽进食 因为持续咳嗽 导致声音杀痒 应该避免快速 以及大声的说话 多补充水分 若有吞咽疼痛问题 选择吃清凉且软直的食物 避免刺激性食物 也可以呢 在吃了纸铁化痰的药以后 在药效作用的时间进食 对 纸铁化痰的药效果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